就求用多了硫酸亚铁出现了严重烧苗的现象 有很多朋友在评论区问 这个用多了硫酸亚铁 如何去救治 如何去缓解呢 如果我们养花出现了肥害 出现了要害 我们可以用大量的清水 给它冲刷一下叶子 我这是用水量着给它冲了好几遍 它把叶片表面以及花苞上的残留的硫酸亚铁 都给它冲干净 然后又给它多浇了几次水 那冲淡一下土壤中的肥力 看一下现在这个情况 比前几天要好多了 虽然花苞有的发黑 但是也已经有明显的长大了 有的发黑的已经被淘汰掉了 现在这个黄叶已经缓解了很多了 这说明用到土壤中的硫酸亚铁 已经发挥了作用了 这个叶片这个色已经减轻了不少 再用上几次就可以恢复过来了 因为绣球长得太快了 而且北方的土壤是偏碱性的 所以土壤中会有这种微量元素的缺失 一定要及时的补充 不然的话 它这个黄色的叶子 它没有月利素 它会长得比较慢 甚至出现加苗的现象 一定要用这个硫酸亚铁来给它调节 但是一定要注意用量 1比1000或者1500的比例 不能